首先让我们来看一下今日发生的热门事件 安省教育工作者下月起可以合法罢工 BC省南部发布空气质量警报 萨斯卡车温省希望加强对移民的控制 西基罗纳摩托车事故导致一人死亡 风货膨胀影响加拿大人生活 安省发放气候行动奖励金 欢迎来到SG西方空间站 今天是10月17日星期一 我是Ashley 热点资讯一站锁定 喜欢的朋友记得点赞关注 并开启小铃铛才不会错过我们的精彩节目 首先为您播报头条新闻 安省教育工作者下月起可以合法罢工 加拿大公共雇员工会CUPE表示 自11月3日起 安省55,000名教育工作者成员 如监护人、幼儿教育工作者和行政人员 将处于合法罢工状态 按照日程安排 公会还将与省府展开为期三天的谈判 现在已有调解人员介入 谈判各方将与多伦多市中心的喜来灯酒店开会商谈 CUPE工会要求安省教育工作者 每年年薪可以增长11.7% 而政府的回应是给年薪不到4万的工作者 一年涨薪2% 其余工作人员年薪涨幅为1.25% 公会还提出了其他要求 例如加班补偿为平日薪资的两倍 给教学助理和ECE老师每天30分钟的带薪准备时间 为所有教育工作者增加福利和职业发展支持等 如果公会无法与省府达成协议 或者政府不介入 CUPE没有表明教育工作者是否会进行全面罢工 接下来为您播报家国新闻 BC省南部发布空气质量警报 BC省和华盛顿州持续发生的野火 在该省南部的大部分地区 造成了烟雾弥漫的天气 加拿大环境部针对温哥华 温哥华岛、弗雷泽河谷和BC省的和平和地区 发布了特别空气质量声明 工作人员在警报中说 Chiliwak东南部 Hope附近 Harrison湖附近 和华盛顿的野火 是影响该地区产生烟雾和火灾的主要原因 随着风和温度的变化 以及野火行为的变化 整个地区的烟雾浓度可能会有很大差异 与温哥华的西部地区相比 弗雷泽河谷东部靠近许多野火 可能会受到更大的烟雾影响 预计至少未来几天会出现停滞的天气模式 根据IQ Air网站提供的世界空气质量指数 与其他城市相比 温哥华的空气质量在世界上排名第二十二位 温哥华地区建议民众在天气好转之前 尽量推迟或减少户外体育活动 萨斯卡特温省希望加强对移民的控制 本周早些时候 斯科特·莫伊在北战场发表演讲时 概述了他的政府将采取的行动 以保护萨斯卡特温省的家庭免受联邦政策的影响 在介绍会上 总理特鲁多阐述了各省应该如何处理移民问题 莫伊在会议上表示 移民部长Jeremy已经向联邦政府提交了一份文件 表示希望提高萨斯卡特温省对移民来源地的影响力 莫伊补充道 首先我们需要更多的人 第二我们希望在审批过程中发挥更大的影响力 第三我们将最终与其他省份以及这些人来自何处 共同确保他们能够接受培训 无论是成为我们社区的参与成员 还是最终成为我们经济和社会的参与成员 疫情爆发后 沃泰华移民持续积压和萨斯科特温省劳动力短缺 导致人们呼吁加强控制 西基罗那摩托车事故导致一人死亡 周六上午11点45分左右 而CMP和其他应急服务人员对西侧路发生的 一辆摩托车和一辆卡车相撞事件做出了回应 事故发生在奥卡纳根湖度假村以南约一公里处 一名20岁的妇女在西基罗那西侧路发生摩托车撞事故后死亡 事故导致该路段全天大部分时间都处于关闭状态 在清理完毕后已经再次开放使用 警方正在继续调查这起致命车祸 目前没有透露造成此次致命车祸的主要原因 警方呼吁民众有目击到此次事故过程 或者行车记录仪拍摄到视频的人 请与基罗那警方联系 通货膨胀影响加拿大人生活 随着加拿大人持续面对日常用品价格飙升问题 Mal Republic Opinion和加拿大雅虎随机访问1521名加拿大成年人 发现66%受访者表示受到通货膨胀影响 根据早上公布民意调查结果 53%的受访者表示担心因为通货膨胀 为他们带来一些严重资金问题 甚至有13%受访者表示感到真正恐慌 因为不断上涨的物价迫使他们改变生活方式 另外34%受访者表示并未有因为通货膨胀而影响消费能力 由于成本增加近三分之二受访者表示 正考虑减少支出或收紧优先事项 比6月增长11% 民意调查显示 64%受访者表示将减少在餐厅用餐次数 与6月份相比下降4% 51%受访者将减少购买日用品 而维持正常开支的项目为住屋 其次是公共交通和水电费 据报道 安省政府将于本月14日开始发放气候行动奖励金 CAIP第二期支票 预计数百万省民可获 联邦政府于2019年制定全国碳污染价格 CEIP是一项免税付款 用于抵消联邦污染定价 CEIP以往按年度发放 在7月的时间 省府已转为季度分期付款 以确保付款快速、方便和安全 款项简适用于居住在安省、阿省、萨省和曼省 所得金额取决于省份及家庭情况 安省个人可得373家元 配偶或同居伴侣或186家元 每位19岁以下儿童或93家元 单亲家庭第一个孩子或186家元 小型和农村社区居民可多获10%金额 加拿大事务局CRA表示 期望获发气候行动奖励金的市民 需每年提交所得税和福利申报表 他们提醒省民若10日内没有收到款项 请立即向相关部门查询 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观看 这里是SG新闻空间站 我们明天见